我看到像鼎菜園這樣子把很多舊的農具、農機都把它集合在一起 而且今天又體驗做到了像三輪車這種老舊的公車 是很很棒的體驗 而且是可能在外面也找不到這樣子的經驗了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那個體驗真的是很棒 好謝謝 我們下今天的感言 然後我覺得就是可能就如同剛剛我們這個夥伴講的 我覺得就是說新港這邊其實我應該來了算第三次了 然後從知道說有新港這個地方 到知道說鼎菜園也在辦這樣的一個農村體驗活動 那就來參與的時候就會覺得是一個很珍貴的經驗 因為其實我們農村有非常多很珍貴的經驗 跟智慧的東西都流傳在這邊 然後現在其實要看到這些東西已經不太容易 那我覺得透過鼎菜園或者是透過我們社區的一個再造的部分 可以讓我們古人的一個智慧前人的一個 所留下來的一些值得我們去學習的東西 不管是精神或者是真正的一些器具等等之類 都值得讓我們這些重年人 就是可以有那樣的機會可以去這樣子的一個看見跟學習的部分 那我覺得可以坐到那個公車啊真的是很開心 還有坐到那個三輪車 我真的很謝謝理事長把他的法寶都進出了這樣子 那我覺得包含搭乘交通工具 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珍貴的體驗 因為現在想要搭乘這些交通工具 都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 對又何況說 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都這麼摩登的時代了 你說你想要再找到一個公車 不見得那個公車就能行走 所以很佩服這邊對於那個古器具的保存 相信這邊一定是做了一些努力才能保存到 就是可能讓車子還能再運行 我覺得光是這一點我都覺得是很佩服 因為我覺得那個背後一定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我覺得在新港這邊很值得我們學習 就是其實傳統的東西不是把它丟掉 而是我們帶著傳統的東西重新去創新改革 然後我們依然保持著傳統的智慧 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去學習的新方向 也是我們生活裡面一個新思維的地方 各位鳳姐來自哪裡 我住高雄 不過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來 雖然我自己已經很老 不過這個體驗讓我感覺到真的社區的營造 那因為我這個一路走來 我自己就有經過這一些看的那些 不過整個看到新港這邊它的整個社區營造真的很成功 這是現在政府要用的那個創意 我覺得真的是我會帶我們同事再來體驗一次看看 到時候可能我們也要麻煩你們 不然他們當然是走馬看花 還需要你們導覽人員很深入的介紹 才可以看到他要看的東西 這個確實是要你們會心的謝謝 同學妳貴姓 我姓黃 長東話 妳住哪裡 高雄 高雄 妳對今天整個情形下妳有什麼想法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來到新港 然後我覺得還蠻特別的真的是 就如同工剛剛我幫他們分享的 真的是把他以前的文化真的是保留得很好 然後也體會到以前的人很辛苦 對啊然後也很感謝每一位觀眾人員 因為他們會幫我們講得很仔細 不管是在解說方面或是什麼 他們會真的很認真地帶領我們 感謝你們 謝謝 謝謝 那個裡面的影片你可以自己保留 但是套子跟那個掛繩都還給我們工作人員 好